在各种比赛里 被淘汰总是被认为遗憾 然而在9月16号的披荆斩棘里 黄毅达在第二次公演结束之后 因为人气垫底而出局 他却满脸平和地说 我没什么遗憾 他就说没有帮到队长 现在已经帮到了 他没留下来 那 义达的话呢 我一直想跟他合作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音乐人 我觉得很对不起大家 回去回去回去 我没什么想法 我就天天很开心 感恩每一天 然后现在感恩可以回家 好好休息好好作曲 折服六年之后参加皮革二 黄毅达的出现 引起许多人的青春记忆 那个壮脸孙燕姿的男孩出现了 那个唱着那女孩对我说的男孩 又回到了舞台 你还对我说 说我是一个小偷 最昏暗的地方也变得明亮 一晚最悲伤 依然会有 对于舞台 他显得十分局促 而如今在比赛里快速转身离开 也的确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 只是对比身边一同出局的朱家琪 还在遗憾没来得及在舞台上转世打鼓 黄毅达却认为此行已经毫无遗憾 剩下的都是知足 在外界的唏嘘声中 黄毅达却呈现了另外一种姿态 他的释然和娱乐圈的激烈竞争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朋友不多 我朋友是真的不多 就是都数得到 其实一直喜欢幕后工作 我喜欢做剪辑 混音 甚至做简单的母带 可能在观众的眼里 我是艺人 但是在我自己的眼里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作曲家 喜欢义达吗 喜欢 我也喜欢 因为他真的很厉害 黄毅达参加批歌2 一直被认为将会是因为这个 舞台而变成男本王心灵 因为淡出光众视线6年的他 依然容貌帅气 而且也有曾经快智人口的 那女孩对我说等代表作 只需要露面 就会引起大众的记忆杀 那女孩对我说 说我是一个小偷 偷她的回忆 把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让自己考得太近 黄毅达 谢谢黄毅达 说起来2003年出道 就为王家卫兼制的电影《地下铁》谱曲 并哼唱旋律的黄毅达 的确算是高起点出发 师从李财松和李伟送的他 是孙燕兹的同门师弟 而且两人的长相有几分神似 也因此黄毅达刚出道时 便被誉为南版孙燕兹 有创作能力 还如貌清秀 黄毅达出道就走红 他的第一张专辑 无法定义 就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演唱新人奖 还摘下华语音乐榜中榜 新城电台新势力男歌手等多个奖项 那时候的黄毅达和林俊杰 都被认为是乐坛极有潜力的新人 人生总有一个贵人 把你带到一个门口 带到一扇门 可能大家不了解我 其实没有人不了解 是很多人想帮你 推你 我带到这个门口了 所以我告诉自己 必须勇敢走过去 此后 黄毅达在2005年推出的 第二张个人专辑 专属密码 他亲自操到了五首作曲 两首歌词和两首编曲 身兼了部分曲目的制作人 和混音制作人 专辑主打歌 那女孩对我说 成为当年的爆款金曲 很少了当年各大颁奖典礼 不过随着越来越红 关于黄毅达的花美男长相的质疑也越来越多 他与林心如 陈小春合作电视剧爱的进行时 也让容貌引来更大的争议 在各路争议里 黄毅达陆续推出了两张专辑 又给当时才出道的景博然和傅新博写下恋爱新手 怎么爱两首歌 而他也越发抗拒娱乐圈的各路是非 在第四张专辑写给自己的歌里 逐渐摒弃掉各路光环 决定回归自己 2009年 黄毅达在青麦剃掉一头长发 短暂出家14天 从当红男星到顿入空门 他的选择一度让外界亚裔 此后再度出发的他变成了短发 签约新公司 与唐嫣等人合作过保留 面包树上的女人 也和范逸晨合作了夜店鬼谈等作品 摆脱了花美男的标签 他的事业也从巅峰期走下 2016年 黄毅达为唐嫣主演的锦绣威央 创作了歌曲《天若有情》之后 开始淡出公众视线 关于他的猜测有很多 有说他再次顿入空门的 也有说他彻底隐退的 其实黄毅达只是改行 当上了音乐制作人而已 2022年皮革二找到黄毅达 当经纪人签约之后 他却一度反悔 暂别娱乐圈六年 他担心自己无法适应舞台 也担心没办法和其他艺人相处融洽 一度打起退堂鼓 事实是黄毅达的确有锐利的一面 和刘凯威 迈克温兆伦备战第一轮公演时 当迈克有一分到高音部分的演唱 黄毅达站在制作人的角度上 直接劝其不能抢戏 这让气氛瞬间有点尴尬 刘凯威思夏更语重心长地表示 可以理解黄毅达的初衷 但是应该注意表达方式 索性迈克并不建议 为了舞台效果 完全可以理解他的说法 也因为男明星们 给了他相处的融洽感 黄毅达也在和陈伟伦聊天时 感慨出自己的性格短板 认定曾经总觉得 没有人愿意给他善意 其实大家都想对他好 但是都被他自己拒绝了 如今43岁的他 在这次舞台之外 感受到了真正的不惑 早已跳出明星思维的他 并不看重去何流 这个舞台不仅让他回归了观众视线 更重要的是 让他学会了如何自洽 如何和娱乐圈的艺人们相处 数到19年之后 他总算找到了舒适圈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在淘汰时刻 他满脸示燃 因为比起排名更重要的东西 他已经找到了 感谢观众视线